ok那么上面这一部分呢 是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安装啊 它的配置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再往下就是我们的重点 使用Python客户端 对吧 使用我们的Python代码 那么和PythonDFS呢 进行交互 网PythonDFS呢 进行一个文件的上传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啊 我们作为一个开发人员啊 这一部分呢 是你必须要掌握的啊 就怎么通过代码呢 往这个FastDFS上面呢 去上传一个文件啊 那么在这里面 通过Python代码呢 去上传文件 你需要安装一个包 这个包呢 叫做FDFS client啊 FDS client 那么这个包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 给大家做了一个提供啊 你看到在我们的这里面 有一个叫做FDFS client 对吧 这样一个文件啊 这就是它的一个包文件 那么你像这个包文件呢 它是.zip结尾的 对吧 我们直接下载的这个原码啊 那么它是怎么安装呢 你注意啊 它的安装 其实呢 你要在哪个虚拟环境里面安装 你先进入一个虚拟环境啊 进入之后 你怎么做呢 你只需要啊 你只需要是Python代码 把这个文件跟它 跟在后面啊 你直接一回车 它就会把这个包呢 帮你安装了啊 把这个包帮你安装了啊 你安装好之后 上面呢 你就可以呢 通过代码呢 往FastDFS呢 去上传文件啊 那么这部分 我又给大家说 就是在这 在你安装的包里面呢 它就叫FastDFS client 在它里面有个模块 这个模块呢 叫做Client 从Client的模块里面呢 有个类叫做FastDFS client 这个类 然后呢 我们说通过FastDFS上传文件的话 你需要呢 有一个客户端的吧 你需要有一个Client啊 那么这个Client呢 你就需要呢 在这边 是我们的Client 那么在这里面呢 其实呢 你就需要呢 去创建一个这个类的对象 好 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呢 你需要给它指定 你的Client Config文件 在哪里 然后呢 你就有了这样一个对象啊 有了这样一个对象之后 在这个对象里面呢 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叫做 Upload by file name啊 上传 根据文件名 上传文件 对吧 你直接是Client 点Upload by file name 然后呢 跟上这个文件的名字 它就会帮助你 把这个文件 给你上传到 对应的FastDFS系统里面去 最终呢 上传按照 它会给你一个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呢 它是一个字典 字典的话啊 那么 里面就有这么多内容 关键的地方在哪 两个地方 一个呢 是这个 Stadius啊 当Stadius 等于这个 Upload success的时候 说明你这个文件的上传 成功啊 这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啊 就是我们在接到这个返回值之后 我需要判断这个文件 有没有上传 成功 那么还有一个呢 叫做 Remote file ID啊 这就是 它在保存完这个文件之后 给你返回的这个文件的ID 因为我们访问一个文件的时候 是不是就需要通过它 对吧 这是两个关键的点啊 那么这一部分呢 是我们简单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 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包 给我们的FastDFS呢 实现一个交互啊 实现一个交互 给我们的FastDFS呢 我们的FastDFS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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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FastDFS呢